但是三个月上下来以后 我觉得它的效果比语言学校的一年半可能还要好 它把我的之前的那个心理障碍消除掉了 我现在就敢直接跟日本人讲话 小郑呢三个月前参加了我们一个绘画课程 然后那个课程最近才刚结束 对 那你这个课程你上了以后对你有什么改变吗 首先是因为刚刚结束 所以现在心情很低落 感觉很孤单 大家各奔东西感觉很孤单吗 对 孤单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三个月 因为同学都特别的友好 然后老师也特别的友好 比以前语言学校老师还要友好 然后就觉得很开心 友好的意思是什么 友好的意思就是就没有交流没有一点压力 大家应该都知道上课这件事情 很多人会时间久了以后会很厌倦 就很想放假 但是这次的这个三个月的课程 我是每一天都是waku waku的感觉 就是很积极的想去 所以比方说晚上七点钟的课 我都会在提前半个小时左右就已经到教室 是因为很期待很想要赶快来上课的感觉吗 对啊就是一种想要快点来的 快点看到同学快点看到老师的感觉 然后因为本身在日本刚来的时候 就已经在语言学校里面待了有一年半的时间 但这一年半的时间并没有这种感觉 还是很想放假 不想看到同学不想来到老师 我报那个班是绘画班 然后同学呢很特别就是都是已经工作了 或者说是在日本工作了 而且都好像比我年纪还要大 这一点就很特别 在以前语言学校里面都是十几岁 都是年轻人 对高中生什么的 然后我的话就已经属于年纪比较大了 就是属于社会人士那种的 对 然后在这个班呢 在福山太太的这个班呢 都是社会人士 对 所以比较能够有聊得来 嗯比较有共鸣 对 那另一方面呢就是老师 嗯 那自己的老师也没有把我们当成那种优优班的学生 嗯 去什么布置很多的功课 嗯 只是都大多数都在课堂上完成了 嗯 那对我们这种社会人来说的话 平时就没有压力 嗯 虽然我们也知道就是课后的复习很重要 嗯 但是因为都有自己的工作嘛 嗯 那人本身就是有一种想要偷懒的感觉 嗯 那这个课程老师就很好的就是解决了这个问题 嗯 就在课上的东西就就在课堂上面就消化掉了 嗯嗯 尽量不给你们回家作业吗 对 没有回家作业 那一开始其实我是有一点就是想法 嗯 就是我花了钱来念这个课 嗯 然后他因为没有作业 我就不会去逼自己去课后复习 是 那会不会效果会打折 嗯 但是三个月上下来以后 我觉得我觉得它的效果比语言学校一年半可能还要好 怎么说 那因为我过去两年还是三年时间里面有很多的问题没有解决 嗯 因为需要用日语沟通 嗯 而且是需要打电话沟通 而且是一些比较专业的用语 嗯 比方说保险啊 嗯 那这些我一般就是我想能拖就拖 嗯为什么 是因为 对 因为我觉得 因为首先讲电话 嗯 我觉得讲电话是最最麻烦的一件事情 对 你当面的话还可以动动手啊什么对对对对对 对对方还能理解你的意思对对对 讲电话的话就是一个不是很清晰的声音在跟你对话 是 那这是最难的我觉得嗯 总言这个自己没有自信嗯 那第二个就是嗯 你是说跟对方讲电话没有自信吗 对啊就是觉得如果说我在电话里面讲 比如说沟通某一个保险的细节 那这个东西它是专有名词我听不出来 那它又不是在我面对面的状态下面 我隔着电话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解释 嗯 那如果一直都解释不通的话就很尴尬 嗯嗯 所以就类似于像这样的 事情我一般就能拖就拖了 嗯 只要只要不影响生活我想将来某一天 或者有什么机会的情况下总是能解决的 嗯嗯 那一直拖下去嗯 上了这个课呢就在上个星期嘛 嗯 我上个星期有一个三联修 三联修之后的后面的第一天工作日 嗯 我刚好没有事情嗯 我就鼓起勇气打电话过去了 哈哈哈 先打了第一间公司嘛 嗯 打电话过去第一间公司 很顺利就解决了我三年都没有解决的问题 哇塞 然后这个事情先不说他很顺利嘛 嗯 后来我想既然我可以这样的话 那我打第二个 嗯 更久时间没解决的问题 嗯 然后打第二个果然就更麻烦 嗯 第二个电话打过去呢他说那个事情不归他们公司管 嗯 说你要你要去找别的公司 嗯 然后我就再去找别的公司 是 然后别的公司呢 那个他也不是说那么顺利就能解决的 是 但是可能也刚好运气好 嗯 就是我我我本身也在电脑边上 嗯 那他就跟我说你可以通过什么电脑去操作这个东西 他可以给我一个账号 嗯 然后我就刚好就操作 嗯 他刚好就跟我讲 嗯 就解决了一个更多年没有解决的问题 诶 所以说来上了这个绘画课后 让你的 让你的 头脑的那个日文的逻辑 变成融会贯通的感觉吗 嗯 我 个人并没有感觉到是日文的逻辑 或者日文能力好多少 嗯 我我我感觉到最大的变化是 我终于敢拿起电话跟人家讲日文 有那个自信 对 哦 对啊 嗯 其实这个过程是有反复的 我刚刚来日本的时候 语言学校里念书的时候 是 我是渐渐的已经开始有一点自信了 嗯 因为天天跟老师在讲日文 嗯 然后每天都有作业啊 每天每天都有功课 嗯 然后觉得每天都在使用日文 嗯 是 所以那个时候是有自信的 嗯 但是语言学校出来了以后 嗯 除了固定的日文的使用 嗯 那其他的就像我刚刚讲的像什么跟 保险公司的那个对话啊什么 那些是根本就接触不到 嗯 然后平时也比较忙 也不会去专门再去学习一些更深入的日文 是 那就渐渐的会没有自信 嗯 然后这个时候我做了一件很错误的事情 嗯 就是我觉得应该要去学习一些生活当中 呃平时接触不到的日文嘛 我就去看那个YouTube上面的那些日文教学 好 然后我看了一个频道 然后那个人是很 就是很大的一个频道 嗯 有很多很几十万的订阅 嗯 我想他而且他本人是日本人 又会十国这个 这个外语 对 会十国的语言 那我想他一定是很权威的 然后就跟着他学来 嗯 然后 而且他的那个影片的内容很吸引人 嗯 就是比方说 比如说这个词不能随便用 那个词不能随便用 嗯 我想这个就我要注意一下 对不对 嗯 好然后我坚持的看了一段时间 嗯 好后来我再也不敢讲日文 因为他都说什么都不能随便用 对 他说这个词的话会有相反的意思 日本人会生气 那个人的话 那个词的话 他也有这个意思 你要小心 好 我跟你说 这后面就是 是我到日本几年里面的时间 最不敢讲日文的一段时间 啊 这样子导致你没有办法讲日文 对 就谢谢也不敢说 那个对不起也不敢说 没关系也不敢说 因为好像都有别的意思 就再见也不好说 不能说 你好也不能说 啊 啊 你知道我说的是哪个频道吗 嗯 我知道我知道 叫邱什么的吗 对 因为他姓邱 好好好 然后我就很 没想到居然还有这种 会导致人日文不敢讲的那种心理 对 就是不敢讲 嗯 打招呼都不敢打招呼 那个时候已经出来了一个叫 心理障碍 嗯嗯嗯 那心理障碍出来就完蛋了 对 对 然后再后来 嗯 就发现了 福山太太这个绘画课 嗯嗯嗯嗯嗯嗯 当时其实报这个绘画课的时候 也只不过想让日文不要很快退话 嗯嗯 嗯嗯嗯嗯 因为当时报这个班的时候 就听说这个班的同学 都是在日本长期 有长期签证的 很多人是已经在公司里面工作了 这样的情况下 这就说明从余月宵里面出来 你即便是在日本工作 你的日文也是需要学习的 是 对啊 那我就觉得这事后的课程 课程 现在结果就是 他把我的之前的那个心理障碍 消除掉了 我现在就敢直接跟日本人讲话 哇 没想到我们的任务这么大 可是呢 就这个课程太短了 因为我刚刚感觉我自信终于恢复了 我能解决那些我以前不敢解决的事情 好 结果这课就结束了 没关系啊 下次明年啦 等明年我还会再开课 好啊 那明年再讲 主要是因为我们是小班子 然后我可以说我们这边的老师 尤其是教你的那位老师 真的是教得很好 比一般日语学校教得都还要好 关于那位老师 我想聊一下这个老师啦 他在上课的时候 那就是都是用日文跟我们讲课 这没有问题 因为大家本身也是在日本生活的人 这基础还是有的 那但是比方说在休息的时间 会听到他讲中文 然后就发现 他的中文怎么会跟台湾人讲话一模一样 所以那个时候你觉得吗 就是在我付钱之前 我跟你确认了一下 我要日本人老师 我不要讲中文 对 然后你跟我讲他是日本人 那个时候我还是有点在怀疑 所以后来我很仔细的在休息的时候 听他讲了中文 其实好像还是有一点 确实中文好像也有一点不是那么流畅 但不仔细听的话 听不出来 就觉得他就是一个台湾人 因为我们上课的时候 尽量就是用日文 对 因为大家都已经有底子了嘛 所以就是用日文去教日文 然后休息时间的话 如果有问题的话 就是可以用中文去跟老师询问这样子 可是他中文也太好了一点了 就是让我怀疑他可能不是 因为以前在语言学校里面嘛 我是知道语言学校里面的很多老师 他都是之前在台湾有教过书 应该是会一点中文 但是他们有时候 因为我们刚去语言学校的时候 程度很低嘛 那他们有时候会用中文 帮我们解释一些东西 那个中文根本听不懂 就是那个中文基本 那你还是用日文解释比较好一点 因为我们这个老师 他应该算是说 他有那个语言的天分 对 他之前年轻的时候 有去台湾留过学 他现在很年轻啊 他更年轻的时候 他有去台湾留过一年语言学 只留过一年 对 就讲成这样的 中文比我还要好的感觉 对 所以他中文 他本来是我的学生 他本来是来上课 他来学 他那时候 对他那时候是来 本来是就是台湾留学回来 然后为了不要把中文忘记水 来跟我学 然后跟我学一学以后 我发现他不用跟我学了 他直接就是可以当老师 对 中文都比你好 对 对 所以他就后来就来 就在我们这边当我们的日文老师 哦 对 所以福生特这边很有趣 就是来的学生 嗯 会变成老师 对 所以也有就是在这边当老师的人 再过来当学生 对 好有趣的一个 这怎么讲 在中国 中国这叫内循环 内循环 有这种事情吗 在中国 没有 应该也有吧 没有 中国没有这样的事情 没有这样的事情 中国怕尴尬 就比方说我在这边教书 那我不太会在这边再接受学习 是哦 我们台湾人其实比较不会尴尬 嗯 其实我现在在日本 生活 我也觉得这种事情没有尴尬的感觉 对 就是我学习的时候就是学习的时候 我教书的时候就教书的时候 没有什么像以前在中国的时候 好像有一种怎么讲 我接受服务的话 我就不能在这里工作了 那我在这里提供服务的话 我就不能在这里接受 当学生 当学生 哦 我觉得这一点好像跟日本的饮食店有像 因为日本的饮食店 他们如果说 有些饮食店他们会有机会说自己的员工不可以当客人 哦这样哦 对 可是我到日本来的时候 我看到的是反的 就比方说我给日本的某一间饮食店做广告的时候拍广告的时候 工作结束以后我也可以付钱去在他那里吃饭 没有你那个是外包 哦 对 我说的是他们就是里面的员工 店员 对 外包跟店员不太一样 可是店员不是本身在里面工作就会有饭吃 对啊 只是他不能当顾客 对他不能当顾客 他不能下班以后来当顾客 以前像我以前在那个河豚店打工的时候 我们那个河豚店他就是说你下班以后不可以来店里吃东西 有那个规定 你如果要吃的话去别的店吃 为什么他付钱吃不行 不知道 就是他意思是说你都应该是说你同样都是员工 为什么会让别的员工来服务你这样子 啊 对 对他们的想法是他不是花钱的 他不是付钱 好奇怪 但是其实那间店也倒了 我是觉得因为我在那间店帮他们拍广告 拍完之后比方说我想吃那间店的东西 我可以跟就是完全就是全新的客人一样 去那边预约在那边吃饭 尽管说什么料理长啊什么都认识 但是他们也会按照对客人一样去服务我 我也是像客人一样去享受他们的服务 你那个是外包税不算啊 可是在中国很少这样 在中国的话你比方说给一间店拍了一个广告 然后你肚子饿的时候 你首先排出去这间店吃 就避免尴尬了 他有一种好像服务人员跟接受服务人员 他好像有一种身份上面的差距 有这种感觉 可是在日本的话 如果说你是以外包的身份 去做他们的工作的话 你之后去当客人的话 他们很欢迎 对 但是如果说是员工的话 有些点可能就会有机会 那我们话题转回来绘画班 对 所以以后如果说有开类似像这样的绘画班 你会想要继续就对了 那一定要继续啊 因为刚刚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不是说语言学校里面出来 就不用再学习日文了 也不是说你在日本工作了 你就不用再去专门的学校去学习日文了 对 我想再举一个例子 就我身边有一个人 他在日本已经生活了十年了 那他从原校出来以后 一直在日本人的公司里面工作 而且他我刚来的时候 他给我的感觉是他的日文很溜 他甚至能跟日本人吵架 然后但是我最近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他的日文很烂 你会觉得他日文很溜 是因为那个时候你还不会日文 对 我需要靠他去帮我去翻译一些东西 那最近我就觉得他的日文真的很烂 烂到就是他会玩不成事情 比方说我想让他帮我翻译一些事情 然后我会发现他翻译错了 而且意思完全不对 比方说有时候 那个他帮我给一个日本人翻译东西 然后我觉得这个是很容易理解东西 但那个日本人可能半个小时 都没有听懂你在讲什么 我就觉得是不是哪里不对 那后来我就尝试着自己去解决这个问题 我发现我一讲对方就能明白 我就想他到底翻译了什么东西 就对啊 所以我有一个忠告 就是给所有到日本生活的忠告 就是在日本你就算日文再烂 你还是靠自己比较好 对真的要靠自己 真的要靠自己 对因为你觉得别人日文很好可以帮助你 那个人可能真的不够好 就像我刚讲的那个几年都没有解决的问题 其实我有让那个朋友一直在帮我沟通 沟通几年没有解决 我自己打电话过去就解决了 就解决了 所以我就在刚说的就是这个 我那几年里面他一直在帮我沟通到底在沟通什么 语言学校是要念的 就是刚到日本语言学校是要念的 然后你踏上社会即便是在日本的公司里面工作 你也一定要在学校里面 好好的继续学习这个日文 对 不然的话就会像我那个朋友一样 他直接在社会上面使用日文 但他的日文其实一点都不标准 他会有错误的意思出来 那他自己也不知道 那日本人也不知道 然后我请他帮我 我自己也不知道 就会有这种很多的麻烦在里面 所以我觉得福山太太这边的这个绘画班 应该多开一点比较好 好我努力 好 好那我今天就到这边了 拜拜 拜拜